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去交 跟大家更新川普的这个case 那基本应该讲曼哈顿的检察官输了 基本输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视频 你是从可以从福克斯新闻网拿到 福克斯新闻网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 今天上午10点10分 播了这段新闻 so far他能拿到的故事 就是现在的这个联邦检察官 依然在进行证人听证 依然在进行证人听证 没有去解释为什么昨天没有抓捕川普 说听证的过程呢 将持续可能到整个这个星期 那也如果持续整个这个星期 就可能是这个月或者什么 基本上是这个说法 所以这个他的佐证的来处呢 是来自于福克斯新闻网的 这就跟我们刚才那期节目中已经讲过了 基本他流产了 这就流产了 所以在他在他讲述的流产的这个说法中呢 这个人是比较关键 这个人是昨天出现的星期一 出现的纽约市 纽约市的大陪审团的面前 那他是谁呢 他是科恩 整个故事的主角的 他曾经在 应该叫什么说 曾经在2016年 2017年替科恩出面 作为科恩的代理律师 那科恩代理完之后 大家知道科恩后来 这就是科恩了 科恩当时候来被判了三年 他主要是撒谎 那作为他的律师呢 昨天就出面在大陪审团面前 直接指责科恩 科恩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撒谎者 一个欺诈者 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一个 一个法律界的一个垃圾 大概讲述这样 那这个故事就变得 非常的直接了当 所以这个故事是在先 这个他的科恩的律师 出面在先 而这个 而这个 对不起 众议院的三大巨头 去解 三大巨头在有关 有关这个 调动联邦检察官的 这个律师呢 要到听证 那是在后 对不起 我刚才是因为 我们任何视频上 只要在 在电视上有视频 他就现在要黄标 我就跟大家这么讲述了 所以这是这段新闻的来 基本上这段新闻的来处 在这段新闻的来处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内容 就是 应该是川普获胜 川普获胜 所以 他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 柯恩的律师出面 把柯恩打到了地域当中 另外一个呢 就是众议院的三大巨头 在他们掌握的相应的资料的背景之下 从法律的常识 知识的角度来讲 就直接指责今天的联邦检察官 布莱克 他在涉嫌制造假案 他在涉嫌 以法律的名义 进行政治攻击 对 因为 柯恩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前后的故事 这样 那今天的结果 就显示很自然 就是透过法律的方式 川普一方 共和党一方 完全获胜了 特别是众议院的一方获胜了 这样的话 你就会看到 美国人重新在这个故事 也就是这么讲吧 他们想把川普 真正的戴上手铐的目的 破产 制造公共的环境 基本上破产 那这个破产的原因 就代表了 从2020年美国大选这件事情 延续到现在 因为这件事情 出在美国大选之前 延续到现在 真的结束了 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世界会出现的改变呢 是从大选开始 从黑人开始 然后从大选这件事情 造成一个结果 现在其实这个结果 基本开始显现了 当这个结果显现的时候的 另外一个标志 就是拜登把武汉实验室的病毒的 泄露的所有情报资料 开始泄露 所以整个重心 开向这个中共病毒转向了 中共病毒的来处 打这的故事 就这么个转向 而这转向的过程中呢 战争依然在持续 这就是大疫情三年的三件事情 战争在持续 但战争也在改变 就是习近平的做法 而这个做法呢 他把战争放在次要位置上 习近平介入 去跟普京联手 你会看到共产党 在最后这件事情上 我以为就最后完结 也就是说 从中共病毒进入人类社会 那人类在遭到伤害的过程中 又包含着报应的成分 这个圈在完结 什么时候完结 不知道 不是我说了算 我们原来说过很多时间 有事情发生 但都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有事情发生 但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也就变成了这件事情 拖得很长 在往常拖这种 延续脱节的过程中 咱们看到了一种 整个所有人都被 都在经历的麻烦 那其中有一个大麻烦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金融风暴 对不对 那这种金融风暴 将会渗透到所有的 我们生活的国家里面 那无论是欧洲的做法 无论是美国的做法 其实我们看到 都是一个全球的风暴过程 人们的生活 人们现实现实现关的一切 都将被改变 就像三年三年的疫情一样 三年疫情完了 人们被封锁了 这是以科学的名义 创立的所谓的科学 应对大疫情的做法 那今天我们看到它的伤害 对所有人的伤害 不同的年龄 有着不同的伤害 大批的老人没了 大批的小孩 在这个过程中 失去了他一年 甚至更多的被教育的机会 而关键他失去了一个生活的环境 而很多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 遭到了灭顶之灾 人们的生活方式 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永远回不到曾经了 当回来支持开放之后 人们看到的是通货 超级的通货膨胀 人们看到的银行业的这种垮台 人们看到的信誉的崩溃 其实今天真正还没有显现出来 但是呢给人们带来的那种 魔鬼式的碰撞就完了 所以当普及到每一个人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却看到在整个事件中的 起头的部分 对整个人类社会影响巨大的 美国大选的部分 却转向了正面的结果 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从来没有那么多中国人 去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我个人的频道里 曾经出现过一天上百万人 哪有中文频道 一天出现上百万人 平均是四五十万人在观看 那那是美国人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 去关心这样的故事 这就是一种环境 一种氛围 其实你今天再看看 留下有多少中国人 去关心川普如何 没有了 就是以非常快速的进入 然后非常快速的消失 而中国人在第二波的 这个疫情 在疫情的故事中 在打针的故事中 再次以貌无尽情 就是大规模的关注 有关打针的问题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然后又没了 又消失了 对不对 然后在乌俄战争 跟中国没有关系 你这么一说 人说不对 套哥跟中国有天大的关系 那么多人都以貌无尽情 所以三件事情 我们就讲中国人了 中国人都去 进入其中 而这进入其中的本身 有人说是 这个是真的 有人说那个是假的 人们发表了不同的言论 但是人们都去以貌无尽情 就是都参与其中了 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是我想说的 在一中共病毒的基础上 人们经历了三次 善与恶的这种定位 善与恶的定位 在定位当中 摆放了自己的未来 所以当川普逃此劫难之后 也就是正的力量 在逐渐恢复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故事在结束 就是真正真正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真正真正对人类 明确的这种大审判的结束 那个瞬间会到来 这种大审判的结束